健康医生青 越看越年轻 膝盖卡顿挺常见 卡与卡还有不同 我这一上楼 我这就卡得太平常 我这膝盖一卡顿 但是疼得不明显 但是它一卡就有声 你听 我的膝盖平时就有点问题 我这膝盖平时啥毛病都没有 也不红肿也不疼 只是膝盖一打完的时候 它会卡住 而且卡的时候特别的疼 卡顿时疼的 平时也疼 一般上个年纪 都有这种情况 我和人家 我老伴都有这毛病 平时器官节就不太灵气 很疼 有时候一上楼 突然间你就卡住 就不能动了 还特别疼 咬咬牙活动一下 还能继续走 我妈也这样 平时膝盖也不得劲 有一次我和她买完菜回家 刚走到二楼 我妈就站那了 表情特痛苦 我问她咋的了 她说卡住了 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 上上楼咋还卡住了呢 卡顿时不咋疼 但膝盖有响的 平时没事 只有膝盖弯曲时才疼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呢 我是一蹲些 一上下楼 膝盖就响 还跟着疼 卡疼加平时也疼 卡响加屈膝才疼 到底这两类朋友的膝盖卡顿 都是咋回事啊 咱跟你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你看两位求助朋友 虽然膝盖都是容易卡顿 但是情况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很明显 两个人应该不是一个毛病是吧 对 年纪大的这个 它是持续性比较时间长 卡顿的时候疼痛特别明显 上下楼的时候 它也很明显的一个疼痛 而这个年轻人呢 平时没有疼痛的症状 只是说偶尔某个特殊姿势的时候 突然发生一个卡顿 然后有刺痛 经过适当的屈身活动以后 它的疼痛会明显地缓解 它的症状还是不一样的 顿是同样的卡顿 但是后期如果表现 它就是两种病是吗 对 卡顿 它属于前期的一种表现吗 是的 卡顿是早期的一个症状之一 它俩现在可是瞬间卡顿 稍后就能恢复 那您刚刚说 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 这个后果会是什么呢 会造成这偶尔卡顿 变成了一个持续经常性的卡顿 偶尔有刺痛 就是卡顿的时候疼痛 变成了慢性的 行走就有疼痛 上下楼都有疼痛 好比一辆行驶的一个自行车 一个石头掉进去了 发生卡顿的响 哒啦嘎啦的响 对 如果说它持续的响 会造成自行车 链条啊 还有轴承的一个磨水 有可能运转不畅啊 断链条啊 甚至是说 无法正常运转 那这个膝盖卡顿 它也是我们膝盖里边进东西了吗 没错 你说的还挺对 它这个不应该进入关节的东西已经进去 不过张老师啊 咱说这膝盖它也不是车链子 它是密闭的呀 怎么还能进东西 然后还让它卡顿呢 对呀 那到底啥东西 它能进到膝盖里边去呢 严格上说大部分都是我们内源性的 这个关节有骨骨 颈骨 以及这个表面的那些软骨 还有关节间隙的一些半月板 等等这些结构 如果是说在某一次的意外损伤啊 或者是说扭伤啊 磕伤等等原因 有某个部位的零件 比如说软骨磕掉了一块 进入了半月板 逐渐的它就会形成了一个流离体 流离体也可以串到这个位置 串到那个位置 它会造成关节的一个卡顿 那我可能想到一个事 就是这个膝关节的软骨 它就是会磨损啊 膝骨关节炎 不就是软骨磨没了吗 然后骨头碰骨头 就出现关节炎了 对不对 软骨刚开始磨损 是不是就会掉炸 对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往往从软骨开始进行的 一个退型性疾病 举个例子 我们挂的大百 就相当于表面的那个透明软骨 如果时间长的话 它由于营养不够 磨损等等原因 会发生墙皮的一个均裂 均裂就是软骨蜕变 蜕变到一定程度 均裂我们还可以掉下来 掉墙皮了 造成了一个软骨剥脱 这个软骨就会造成进步的磨损 剥脱下来了以后 深层的骨头就露出来了 就是一个骨关节炎的 弯碗气表现 那是不是说这个膝关节软骨 发生了磨损之后 它掉渣了 之后严重了就会发展成膝骨关节炎 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膝盖的卡顿呢 对的 那掉下来这些东西 它就去形成这些所谓的卡顿的原因和基础了吗 掉下来的软骨 它并没有消失 对的关节软骨形成一个优理体 实在长了以后 它有硬力的刺激 炎症刺激 它会由软骨性质变成骨性性质 变成了坚硬的优理体 关节卡顿的症状可能是更加明显 明白了 你看刚刚咱们看到两位朋友 他都是膝盖卡顿 卡顿卡顿不一样 其中有没有是这个膝骨关节炎 就膝关节的软骨磨损引起的 您判断一下 有一个朋友的膝盖卡顿 已经是非常像膝骨关节炎导致的了 而且它已经有膝性关节炎了 你就是说两位里边 有一位膝盖的卡顿 是由于软骨掉炸 然后游离出来 然后卡到这个关节上了 造成的 而且张老师说了 高度怀疑这位朋友 是有膝骨关节炎的 我们两位妹妹来猜一下 看看这个图 哪一位可能更像是 这种有膝骨关节炎的倾向呢 我看我们这个表格里边 除了原因这项是控制的之外 还有一项 写的是有没有外伤 张老师为什么要设立这个 做到选项呢 您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外伤是判断膝骨关节炎 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如果是说这个外伤之前 它没有疼痛症状 没有任何的膝关节 不适的症状 不能判断这是膝骨关节炎 膝骨关节炎是一个 慢性退性性疾病 它有个逐渐发病的过程 从疼痛从轻度到中度 甚至到重度这个过程 如果是说由外伤导致来的 我们可以考虑其他的原因 外伤导致的软骨爆裂性波脱 有没有韧带的断裂 甚至是半远板的撕裂 等等其他原因 那另外一位膝盖卡顿的情况 这个原因也在您心里了 一般是因为外伤引起的吗 没错 另一种引起膝盖卡顿的原因 要非常常见 但是这个病不是退性性疾病 但是它是有外伤导致的 那这么说我可就心里有数了 年长的这位 他应该就是没有明显的外伤 那就应该是退性性的膝关节炎 而引起的膝盖卡顿 开除法学得不错 让他看一看 这两个朋友具体怎么说的 我的膝盖没有啥为啥 我的膝盖是受伤 就有一次我走到大马路上 就有一个人骑车车 不要急给我创了一下 从那时候我的膝盖就总卡 我们通过这年龄 跟这个症状的持续时间 可以判断是有什么导致的疾病 年纪大的这个 它是气骨关节炎性 你看其实这个吧 从年龄上咱们直接 就能有很清晰的一个算是判断的标签 因为他俩年龄相差比较大 当然了你说岁数大了 你像我跟要是十几岁孩子要比的话 我当然要是疼 我就是息骨关节炎 我是退性性的嘛 对不对 那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可能就是由于外伤一级的 他没到年龄 但如果都像我这样岁数了 四五十岁了 这种的 那他如果要出现卡顿的情况了 那就得好好分析一下了 行啊 初哥 总结挺清楚啊 还行吧 但是咱看 就是说这个卡顿时疼 但不响 平时也疼 还红肿 没明显外伤 年龄偏大 这个是息骨关节炎 但是张老师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说这个息骨关节炎 为啥卡顿的时候和平时都疼 还红肿 这是炎症反应吗 如果是红肿明显的话 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炎症 尤其是中老年人 他有时候免疫低一低的时候 他会发生膝盖的红肿热痛 我们要警惕化脑性关节炎的发生 尤其是已经发生骨关节炎的情况下 是因为关节腔里有明显的炎症 它卡顿只是症状的之一 它还有一些骨关节炎 关节蜕变 炎症因子等等 会刺激这个息关节的一个疼痛 这个疼痛 随着它的劳累行走会逐渐加重的 那卡顿是加重这种炎症的反应 相辅相成的 它如果是卡顿的话 它会刺激的炎症发生 鸡股关节炎是退行性的 是不是我们来好好地保养它 这个退化的过程就能慢一点了呢 有人就说了 这个最好的保养方式 就是少用它 尽量不用 那我们如果发现了 有软骨磨损的情况 你像这个打球 跑步 深蹲 这些动作 就尽量别做了 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发生骨心关节炎的时候 我们是不建议 过多的负重活动 打篮球 踢足球 尤其是爬山 是非常损伤我们的膝关节的 我们热爱运动的朋友 在发生骨关节炎的时候 可以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式 我们喜欢打篮球 踢足球 我们可以变游泳 对这个非负重活动 对关节保护 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您稍微上了一点年纪 你要是这样的伙伴的话 膝关节还会像生锈了一样 出现卡顿 您就得往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上想一想 根据我国骨关节疾病权威期刊 叫中国骨与关节杂志的 这个调查显示 我国膝骨关节炎发病率 约为8% 就是说全国约有 一亿两千万人受它困扰 而65岁以上人群 患病率是50% 75岁以上人群 到患病率高达80% 另一位朋友 这个膝盖卡顿 咱们基本默契情况了 年纪轻 年纪小 卡顿的时候疼 但是不太严重 膝盖是有弹响的 平时不疼 弯曲膝盖是会疼 有外伤 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其实这个疾病 还是非常多的 我一说病名 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就先别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俩漂亮妹妹肯定知道 咱们降低点难度 咱介绍介绍 这个膝盖的哪一小部分 出了问题呗 其实我们膝关节 有骨骨 颈骨 还有小面上的一些软骨 在骨骨 颈骨之间 有个半月形的一个小垫 这个小垫 是由显微软骨构成的 它的主要作用是 承重 缓冲压力 润滑关节 起到一个缓冲垫的作用 那心理师傅有数了 差不多知道了吧 来 咱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点时间 年纪相对轻 卡顿的时候有弹响 然后还有点疼 但是不那么严重 平时不疼 但弯曲膝盖时候疼 有过外伤史 这是什么毛病 我想大家可能有数了 广告之后 咱们揭晓答案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安堂有人把他捧挺高 说他是挽救关节的良药 有人说是智商税 息息因人而异 膝盖酸胀难受 尤其下楼的时候特别明显 怎么回事 膝盖里有滑动的圆割 怎么回事 这个正常呢 他的膝盖感觉发热 是怎么回事呢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欢迎大家的观众 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进来到现场 和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运动医学关节外科 张杭周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说了 有位年纪相对轻的 然后卡顿的时候 很明显啊 就膝盖有弹响声 不过平时他不怎么疼 有过外伤史 有过外伤史 弯曲膝盖的时候会疼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张老师给我们了一个提示 其实我们膝盖 有骨骨 颈骨 还有小面上的一些软骨 在骨骨 颈骨之间 有个半月形的一个小件 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嘛 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 半月板 这怎么还抢上了呢 就是要抢拿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 主要是张老师 刚才那个提示太明显了 我感觉大家都能猜出来了 那半月板 大家能猜出来半月板 很熟了 半月板干啥用的呀 半月板其实它作用是非常大的 它起到一个缓冲 沉重 润滑 关节 使关节活动更加流畅 为什么叫半月板呢 内侧半月板跟外侧半月板 是结构像半月形的软骨 所以是叫半月板 它是起到一个天塞 五五个颈骨之间的一些 重要沉重部位的空隙 它是表面都是光滑的 使得这个关节活动非常流畅 如果是说受了伤了以后 光滑的表面不再光滑的 它如果是撕裂了 它会到明显的疼痛 甚至卡顿等发生 它会掉渣吗 它是掉渣时间 医学上的叫撕裂 这个撕裂的时候 这就会卡住呗 对 对 我们互动群朋友分享了 它的一个经历 它就说有一次收拾物质的时候 正擦天棚呢 突然就没站稳 特别重地从椅子上掉下来了 当时就感觉膝盖存了一下 之后就有卡顿的情况 那它这种情况是伤到半月板了吗 其实它这个受伤机制 是非常符合半月板损伤机制的 它首先是一个单腿负重 我们医学上讲 这个半月板损伤机制 一般是承重曲曲旋转挤压 它导致这个半月板撕裂 如果发生扭转的时候 导致半月板的一个急性的扭伤 那时候半月板的损伤 一般都是由急性的外伤引起的 然后年龄越大越容易有受伤的可能 对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半月板 柔韧性会降低 它会比较退 旋转的时候会容易撕裂 我这膝盖一卡住 但是疼得不明显 但是它一卡就有伤 你听 都是膝盖掉渣引起卡住 膝骨关节炎卡顿的 大多数时候它不响 半月板损伤了 就卡卡就出现响了 为啥呢 你说的就是卡卡响呢 说往往是一个大的撕裂 它是较大的一个流离体 在关节中央的部位 它如果屈身活动中 撕裂的半板 会随着这个部位不断地发生变化 它不再稳定了 它以前是稳定的一个半板 它变成不再稳定 它伏位它不是完全伏位 向着原来的位置回去的这个趋势 一挤它又脱离正常的位置 会是很明显的一个响声 而膝骨关节炎的那种的 它的这个流离体就没有那么大 对 生也就没有那么大 对的 膝骨关节炎一般都是骨性的为主 而且是较小的有立体 我身边呢 其实就有朋友啊 是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呢 就是一座蹲起 它一蹲下再一站起来啊 这个膝盖呢 就会咔咔地响 但是呢 它说也没什么感觉 也不疼 也不痒 也不卡顿 还是能正常活动 但是它这种弹响 应该是属于没有损伤的吧 很多正常人呢 在屈身过程中啊 有的时候也会有响声 有的人响声小 有的人响声比较大 不要过于担心 我们这正常关节 在屈身活动过程中啊 它有压力的一些变化 压力产生变化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响声 是正常现象 这个跟我们就掰手指头 那个响一样吗 类似 我们今天小的时候 上初中的时候 觉得谁狠呢 咔一顿掰 咔就一顿掰 就这种 其实不建议掰手指头 你要掰的话 时间长了 会诱发手指的骨关节炎 这个膝关节 半月板这个屈身的响 就类似于它 对 类似于它 它虽然是说 这个响声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不要是 过多的负重来刺激这个响声 那半月板损伤 造成的这种卡顿和弹响 有什么特点吗 其实半月板卡顿的位置 相对比较固定 如果是说半月板 是发生外侧 或者内侧后脚 我们在蹲的时候 会明显的一个疼痛 如果在较前方的话 我们在过身的时候 会发生疼痛 声音一般比较清脆 一步疼痛是非常明显的 只是膝盖一打完的时候 它会卡住 而且卡的时候特别的疼 半月板损伤了 它平时不疼 为什么就半区那一下疼呢 半月板损伤的时候 看损伤类型 半月板主要承重区 刺激承重区 有的人是损伤部位 不在主要的负重区 平时行走是不疼的 只是说在特殊姿势 刺激到半月板的时候 它会发生疼痛 这个问题里边就这位朋友的 他说了弯曲膝盖的时候疼 平时不疼 那就是我在弯曲的时候 刺激到了那个损伤区 对 弯曲某个角度的时候 位置正好是压到撕裂的半月板部位 明白了 所以说它疼痛 他们说半月板损伤之后 就痒着就能修复 自己就能好吗 看它的撕裂部位 半板分为红曲 红白曲 白曲 红曲就是有血运 血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红白曲就是血管比较少 白曲是没有血管的 所以说在白曲的话是不可治愈的 红白曲有机率治愈 红曲的话如果是说小的撕裂 养是可以养好的 要说咱的膝盖确实挺不容易 它可是人体最大的承重关节 正常的膝盖平均可承重35公斤呢 所以您可得把咱们这个膝盖的事放心上 那提起保护膝盖 您肯定刷到过这样的视频 年龄30岁以上 经常顾问一下的时候 你的膝盖 骨骨头 经常有声音 可以试一下 安好 跳多了 膝盖有点看不住 胖胖们的膝盖不适合大量运动 是缺钙吗 不是 是缺油 油 没错 吃下去的油 当我们遇到关节有弹响 或者是不舒适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食股的方式 对 比如说喝那个骨头汤 是老祖宗的食料方法 但其实要紧缺的是 这些骨我们并不能吸收 那带拼和牛奶呢 它俩可以 但是呢 它们并不完整 因为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 胺基葡萄糖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胺糖 胺糖 有人说它是关节的软黄筋 保护膝盖 它能胜任 那在某个电商平台上呢 胺糖月销售量 能有五万家呀 关于它网上的声音 那是说法不一 有的人说 胺糖软骨素的作用 是缓解关节疼痛 胺糖是挽救关节的良药 胺糖可以补钙 胺糖不是全能的 关节疼痛 别乱吃 胺糖是至上睡之宜 健康益身轻 下节更精彩 膝盖酸胀难受 尤其下楼的时候 特别明显 怎么回事 膝盖里有滑动的 圆疙瘩 怎么回事 这个正常吗 它的膝盖感觉发热 是怎么回事呢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轻 好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轻 越看越年轻 先到现场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运动医学关节外科 主任医师张杭州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大家好 那在某个电商平台上呢 胺糖月销售量 能有五万家呀 关于它网上的声音 那是说法不一 有的人说 胺糖软骨素的作用 是缓解关节疼痛 胺糖是挽救关节的良药 胺糖可以补钙 可也有人说 胺糖不是全能的 关节疼痛 别乱吃 胺糖是智商税质疑 保护膝关节 缓解关节痛 对付骨质疏松 胺糖到底有没有用啊 张老师 胺糖有人把它捧挺高 说它是挽救关节的良药 有人说是智商税 您怎么看 我出门诊的时候就好多人都咨询我这个问题 胺糖到底应该不应该吃 是什么牌子的 吃多长时间 其实因人而异 是年轻人 像预防性的应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如果是早期的骨温炎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地吃一些胺糖 胺糖是D胺基酸葡萄糖 D胺基酸葡萄糖 通过跟胶原蛋白啊 还有水分啊 其他的一些有效物质 就组成了一个 我们正常的一个软骨 软骨的作用 是一个保护关节的成分 维持如人性 寒性力 如果是缓解这个疾病的发展 如果是中晚期的话 是无效的 你再吃胺糖 已经是亡羊不劳 那这么说的话 补充胺糖呢 对于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呢 是有作用的 可以这么说吗 胺糖确实是我们人体 所需要的一种成分 也是我们关节软骨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说我们通过吃 能补充多少 这还是有待于考证的 所以啊 这个膝关节疼痛 吃它的话 不一定是有效的 但是呢 网上还有种说法 就是说胺糖是可以补钙的 这个就离谱了 这个胺糖是不可以补钙的 除非是符合药剂 加上了一些钙元素 才可以补钙的 单纯胺糖是不可以补钙的 那有朋友啊 估计就想问了 那我吃不好 我也吃不坏吧 我们互动群呢 也有朋友说了 这个胺糖好像不能长时间吃 就是你吃不能超过三个月 对 胺糖比论上是不可以长时间吃的 这些胺糖都得通过 人体的干渗功能代谢 你要长时间吃的话 会加重干渗的负担 会影响这个脏气的功能 所以说你看啊 咱们结合下来之后 给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你的运动不受限 你能够自主运动 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话 我觉得还是锻炼好你的骨骼 锻炼好你的肌肉 来得更重要一些 至于用不用安糖这个事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跟你的这个医生 最了解你的这个进展情况 对不对 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健康素地 关于膝盖的问题 大伙不少问题 像张老师来请教 我们看一下 这位观众 膝盖酸胀难受 尤其下楼的时候 特别明显 怎么回事 你得分析它具体原因 有一些人是 剧烈运动了以后 发生了膝盖酸痛 优先考虑是过度运动导致的 是一个一过性的一个荒漠盐 如果是说你经常性的 上下楼膝盖酸痛 可以筛查一下 有没有一些解体组织病 比如说痛风 内风湿 这些原因 可以导致上下楼膝盖酸痛 还有观众想问 这膝盖里有滑动的 圆割的怎么回事 这个正常 你说的是一个 滑动的圆割的的话 我们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 一时考虑有没有脂肪瘤 囊肿或者是前表的有立体 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到医院的话 先做一个S光片筛查一下 这位朋友说了 他的膝盖感觉发热 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种发热的情况 一般都是膝盖的炎症导致的 一过性的发热 运动后的发热 一般是过量运动导致的 如果是说持续的发热疼痛 我们还可以考虑 它有没有化动性关键炎 如果是说还有其他发热 虽然是说不是很热 但是说持续时间很长 早上还有沉浆啊等等啊 我们再筛查一下 风湿 内风湿 还有说目前来说 非常常见的一个 痛风性关键炎 尤其是这个饮食结构导致的 膝盖卡顿还有响 可能半半顺伤 平时膝盖就红肿痛 上楼卡顿更严重 当心股性关键炎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各位关注 健康医生庆的公众号和抖音